常义人就这么一辈子这句话告诫自己并劝书朋友,这七个字,说来容易,听来简单,想起来却很深沉。 它能使我在软弱时变的勇敢,骄傲时变的谦虚,颓废时变的用心,痛苦时变的欢愉,对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。 所以我称它为当头饭喝,七字真言,我常想世间的劳苦愁烦,恩恩怨怨,如有不能化解的,不能销售的,不也就过这短短的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吗? 若是如此,又有什么解不开的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